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下面 接着是下一个的意思 也是一个地铁站名 首尔地铁站的一个名称 参加三阶站 移之路三阶站 下车 三号线乘坐三号线 参加三号线 接着呢 首先呢 你坐二号线去 然后到了移之路三阶的时候 你下来 换成三号线 からただ 是换成的意思 然后呢 坐三号线呢 一直可以到达警服工站 有警服工站这一站 所以说 在警服工站下来就可以了 下车 禁服工站下来就可以了 好 你看一下 地下车 禁服工站到警服工呢 那从这个地铁站到警服工呢 又得多长时间呢 要走着走 要多长时间呢 走着去的话 嗯 走着去的话 然后不行呢 如果走着去的话呢 走着 걸어서 十分钟 걸어요 是大概 大约的意思 是一个 估计的意思 对吧 大约 十分钟 不行 大约 十分钟 好 我们从头再看一下 내일 禁服工에 가야 해요 어떻게 가야 해요 내일 禁服工에 가야 해요 어떻게 가야 해요 근대 입구역에서 2호선을 타고 가세요 근대 입구역에서 2호선을 타고 가세요 그 다음에 을지로 3가역에서 3호선으로 갈아타세요 그 다음에 을지로 3가역에서 3호선으로 갈아타세요 그리고 禁服工역에서 내리세요 그리고 禁服工역에서 내리세요 지하철역에서 禁服工역까지 얼마나 갈아요 지하철역에서 禁服工까지 얼마나 갈아요 걸어서 10분쯤 갈아요 걸어서 10분쯤 갈아요 거리다 就是花 花 这里只是花費时间的意思 거리다 10분 걸려요 花 十分钟 好 下面 我们来听一下 好 下面 我们来听一下 단词 今天的 단词呢 都是 교통수단 是一些交通工具的名词 交通工具 最常见的哪些交通工具 公共汽车 公交车 外来语 地下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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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ile upward 车 车 乘軻 軸 子马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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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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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 然后下面我为大家补充了两个 像我们国内还有高铁是吧 动车组动车高铁 那这样子呢 韩国他们称呼中国的高铁 他们是叫做 高速车度 高速车度 他们就经常说 中国的高速车度 怎么怎么样 说中国的高铁怎么怎么样 这样子 而他们 当然韩国也有自己的高铁设施 他们的高铁呢 叫KTX 我们看一下就是Creative Express的缩写 对吧 KTX 就是高铁呢 我们知道它的时速是在达到200公里以上 就是称为高铁 韩国 像我国的是 中国的高铁最高速度 现在好像是480多公里 据我所知 然后最近又有新闻说要提速到600多公里以上 很了不多 是吧 然后韩国呢 KTX它最快的一条线路是 好像是300公里左右 对300公里 KTX 就是韩国的高铁 我们叫KTX 就直接这样说就可以了 KTX 但是他们称呼我们的高铁呢 叫 KUSOKCARDO 就是说中国的高铁 我们说我们的高铁 然后韩国人说 中国的KUSOKCARDO 怎么怎么样 这样子 好 我们把当时再从头到尾读一遍 BOSS BOSS 地下车 T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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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やはだ、おや、あや、おや、へやはだ、或者是てた、はだ也可以换成てた。 它是什么意思呢? 加的动词形容词后面表示应该做什么或者是得做什么。 那这个はだ和てた我刚才说可以互换的,但是它有什么差别呢? 基本上是可以互换,但是如果我们就是要追求它的差别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てた是表示的语气更强硬一些。 比如说,へやはだ、得做、一定得做、一定得这样做,它表示一个条件,很强烈。 好,我们看一下。 加的动词形容词后面,如果是这个动词形容词,它的词干是以啊、お这样的原因, 我们称它是什么呢?阳性原因是吧?和这个哦、う、い、う这样的原因。 因性原因相对比而言,它称为阳性原因。 大家这样子可以更好地区分是吧? 如果是词干是啊、お这样的原因呢? 它后面应该加呀、はだ、あ、や、はだ、或者是あ、や、てだ。 我们看一下ただ乘坐是吧? ただ它的词干部分是啊,所以应该加啊、や、はだ。 但是它已经有了一个啊,就不用说、た、あ、や、はだ、而直接说、た、や、はだ、た、や、てだ、对吧? 然后下一个、お、う、う、い、这样的原因的话呢? 它后面加、お、や、はだ、或者是、お、や、てだ。 比如说、いった、ど、我们说你应该读一下这个书。 い、う、い、う、や、はだ、い、う、や、はだ、い、う、や、てだ。 は、如果词干是は、这样的词呢? 就是跟前面我们说、あ、よ、あ、よ、あ、よ、へ、よ、这样一样了。 直接变成、へやはだ就可以了。 へやはだ、へや、てだ。 比如说、うんどんはだ、うんどんへやはだ、うんどんへやてだ。 你应该做做运动、你得做一下运动了。 うんどんへやはだ、对吧? くんぶへやはだ、得学习、应该学习。 くんぶへやはだ、うん。 好,那我们看一下两个例句。 第一个、もでるん、きがこやへよ。 もでるん、きがこやへよ。 もでる、对、是模特的意思。 きが、き、个子、こやへよ、くだ。 他本有大的意思是吧? 但是表示个子的时候意思是高的意思。 个子高的意思。 こ、おやへよ、对吧? 他是加了、おやへよ。 因为他的下面这个韵味是、う、这样的阴性原因。 所以你加了是、おやはだ、こやへよ。 做摩托得各自高才行吗? 说、ね、きがこやへよ。 是啊、得各自高才行。 うん。 きがこやへよ。 第二个、くちえくん、うんぜかち、いりごやてよ? いりごやてよ。 当然也可以换成是、いりごやへよ。 てよ、て、用てだてよ的时候呢, 就是、一种更强调。 他的强调的程度会更深一些的意思。 うん。 那那本书呢? 哦、要应该什么时候读完呢? 得什么时候读完呢? いぶんずかち、いりごやてよ。 这个周内呢,你就得把那本书给读完。 这个意思。 いぶんずかち、 いぶんずか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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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ぶんず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大家一看,哇,这么多 其实这个呢,也是需要大家要非常熟练地掌握才可以的 是什么呢?是运维迪欲的不规则变形 之前我们也学过一些不规则的变形,是吧?像运维迪欲 还有它运维迪欲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意思呢? 词干运维是迪欲部分动词和形容词 也就是说部分的动词和形容词呢 如果它的词干,它的运维部分是dio的话 那后面遇到原因了,它的dio变成理由 这个运维dio就变成运维理由 好,我们看一下,也就是说遇到原因 遇到辅音的时候,那就不用管了,没有什么变化,是吧? 像kota na辅音ji 它是辅音,是吧?它前面是ji coji an nao,那直接在后面加上去就可以了 但是遇到原因的时候,看啊 哦 是吧,这个原因 部分的动词和形容词呢,它需要变形 所以说,而且这里又是部分的动词和形容词 所以说呢,大家只要把这部分动词、形容词记住就可以了 像这里特殊的变形的一些动词呢 大家只能把它 只能把它死精背下来 好我们看一下 kota kota 是什么意思呢 走路的意思是吧 走的意思 tota tota ting ting的意思 muda muda 他是问的意思 像这三个词 就不多是吧 所以说呢 大家呢 把它记住 他呢 后面遇到 这些与原因开头的 一些终结语位 和终结语位连接的时候 怎么用呢 kota kolo 后面要变成 liu 然后再加 o 因为他前面是 ko 他的原因部分是 o 对吧 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择的是 o 既然是加了o 它的跟原因相接了 然后他后面的韵尾 他下面的韵尾 就要变成 liu 一样的 kota kota 加 a ya oyaheo 然后表示 应该怎么怎么做 这样的意思呢 说你应该走着去 kota 首先 kota 我们知道是应该加 oyaheo 加oyaheo 这个词尾 有语尾是吧 oyaheo 所以 kota 所以就变成了 l就可以了 kota kota yaheo 一样的 表示将来时态的 kota 首先他有韵尾 所以应该加一个 algoeo 对吧 kota kota 又遇到因为这个韵味 它前面 它上面是原因 所以韵味呢 又变成了流 流所以 同样的 加上后面这个 表示请求对方 做什么 它也是个原因是吧 所以变成了 流 这样子 其实它的规则不难理解是吧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流就可以了 然后后面加上应该加的 余味 加余味呢 要看它前面的词干 它词干的原因部分是 所以应该加的是 像这个是加 这个是 这两个呢 就不用看它的词干了 直接加 或者是 因为有韵味 所以加 有韵味的时候 加 所以一样的 如果是加面 后面加的是以 辅音开头的词语 词尾呢 语尾呢 我们就不用去管它了 直接加上去就可以了 对吧 那我说听 注意 得罗友 首先呢 这两个 还有 因为这样 阿有 沃有 阿也 沃有 沃有 还有看的这个动词词干的原因部分是吧 原因部分是阿的时候 我们选择 阿有 原因部分是 这样的音性原因的时候 我们选的是 我们一看 它都是这样的音性原因 所以后面应该通通的加的是 一样的这里是 然后第二步 再给它进行进一步的变形 是什么呢 后面加了原因了 所以它的韵为 要变成所以变成这样子了 然后将来实态呢 就因为它是有韵味的 所以就加的是 同样的这个是 所以说直接把它变成 因为就可以了 好,这是三个不规则的变形 这三个动词是什么呢? 걷다,走路,走 듣다,听, 음악을 들어요 听音乐, 묻다, 물어요 问, 길을 물어요 问路, 묻다 好,那还有一些动词呢? 它是不需要变形的 你看,有哪些动词呢? padda是关,关门关窗 下一个padda是接到,收到的意思 padda おった是得到的意思 比如说我得到了一个礼物 或我收到了一个礼物都可以 比如说我收到了一个礼物 선물 받았어요 我得到了一个礼物 선물 얻었어요,对吧? 它这三个动词呢? 后面它就不需要变形了 因为它是属于一般的规则 规则性的变形 它是一个规则 属于规则 所以说大家把这三个不规则的动词 把它记住就可以了 像 받다, 받다, 얻다 它是规则的 所以直接后面加上去就可以了 打采访 哇哦哦哦哦哦 这样的话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更好理解一些了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一些例句 通过一些例句来练习一下 这个韵伟提供的不规则变化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波斯乘留站开始 어떻게 가요? 波斯乘留站开始 어떻게 가요? 乘留站 波斯乘留站是公交车站的意思 乘留站就是公交车站的意思 からそかよかった 对吧 首先它是它的词干的原因部分是什么了 お 所以应该加是おそ对吧 おそ表示动作的连接 连接上下两个动作 走着去 からそ 那它这个后面又遇到的原因了 因为提供变成 理由 からそ 就是这样变过来的 からそかよ 好 第二个 우리 심심하니까 음악을 들을까요? 우리 심심하니까 음악을 들을까요? 哎 挺无聊的 我们听听音乐怎么样? 네 좋아요 심심하다 是无聊的意思 无趣 无聊无趣 심심하니까 심심하다 니까 你が 你が 是表示原因 是吧 음악을 들을까요? 음악을 들을까요? 它的原型是什么呢? 是词吗? 是词的 不对吧 听的 原型 听这个词是 嗯 突다 它加的是 而가요 表示对对方的询问 是吧 而 首先呢 嗯 它是有韵味的 所以我们选择 有韵味的时候 要加的是 是这个语味 是吧 而가요 同样的 它把它变成 里尔就可以了 嗯 好 下一个 추우니까 창문을 닫으세요 추우니까 창문을 닫으세요 因为很冷 就说很冷啊 请把窗户关上 닫다 닫다 它是一个 规则的变化 是吧 直接在后面 加就可以了 닫으세요 네 알았어요 네 알았어요 알았다 是知道了 好的知道了 或者说 알겠어요 네 알겠어요 추우니까 창문을 닫으세요 네 알았어요 네 알겠어요 你这个 그 소식을 들었어요 그 소식을 들었어요 你听说了 这个消息 你听说了吗 소식 是消息 你听说了吗 네 들었어요 听说了 듣다 也是一样 它后面 过去时态 是吧 오세요 오세요 加上 오 所以说 它变成了 리을 然后再加上 加上后面 这个表示 过去时态的 余味 就可以了 嗯 好 쓰세요 阳性 阳性 所以加的是 아야해요 か 아야해요 不用说 か 아야해요 直接省略一个 啊 写成 かや해요 就可以了 어떻게 가야해요 어떻게 付词 付词 付词是怎么样 怎么去呢 근데 입구여 개서 이호선을 타고 가세요 근데 입구 是建国大学 入口 建国大学 入口 这个是地铁站名 그 다음에 얼지로 삼가역에서 삼호선으로 갈아타세요 그리고 김포군역에서 내리세요 그리고 김포군역에서 내리세요 그리고 而且 又是连接词 是吧 그리고 김포군역에서 내리세요 지하철역에서 김포군까지 에서까지 这些 我们只是 学了 它单独 出现的是说 从这里 开始 只是说 一个起点 是吧 这 에서까지 表示地点的 起 指 从地铁站 到 김포군 지하철역에서 김포군까지 我说 从家到学校 집에서 학교까지 얼마나 걸려요 得多长时间呢 从家到学校 你要多长 花多长时间 얼마나 걸려요 得多长时间 걸러서 10分钟 걸려요 嗯 不行的话 大概10分钟 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 卡라 타세요 그리고 김포군역에서 내리세요 김포군 지하철역에서 김포군까지 얼마나 걸려요 걸러서 10分钟 걸려요 嗯 就是这样的一段 对话的内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也来练习一下 诸如此类的 嗯 乘坐交通工具 去哪里的 一段 对话 应该这样的 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比如说 做什么 去哪里 应该怎么去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 哦 这是韩国地铁 地铁图的一部分 主要是 以首尔市中心 光滑门 这一段 也可以说是 首尔市的中心 地段吧 嗯 这段 我把它截取了下来 然后主要是 东大门 市厂 市厅 就是市政府 市政府 还有东大门 然后明洞 这一块 就是大家呢 可能就是 经常会去到的 一些地点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 他给出的 一个例文 是吧 嗯 例句怎么说呢 以台湾 是离泰院的意思 是吧 离泰院 是韩国一个 也是很有名的 嗯 很有名的地方 那里呢 可能就是 是外国人的聚集地 是吧 外国人 好多的外国人 那里的一些 像广告盘呢 还有商店 什么都是 写着英文 好多的英文 对 去那里 就可以看到 好多的西方人 非常多 以台湾 哪里 卡고 싶어요 어떻게 가야 해요 어떻게 가야 해요 근데 입구 여기서 2호 船 을 타세요 从建国大 入口 这站呢 从这个站 做2号 船 2号 2号 船 我这里 这是2号 绿色的是2号 船 kutame 新檔 新檔 又 也是韩国地铁站的一个名称 到了这一站呢 到了新檔 然后你换成 要你换成 6号 tame 对 有 离太院 这一站 有离太院 在这里是几号线来着 2号线吧 好像也是2号线 6号线 6号线 然后6号线 先做2号线 然后换成6号线 6号线 上面有一个离太院站 所以从这一站下车就可以了 像这里 你看 2号线呢 其实去的 可以去的地方非常多 2号线也是说 地铁住里是非常线路 非常繁忙的一条线路 那 离大离花 女士大学 新村 岩石大学 还有都是在2号线上 我们可以坐2号线 直接下车就可以了 嗯 好 我们看一下 以태원에 가고 싶어요 어떻게 가야 해요 근데 입구역에서 2号线을 타세요 그 다음에 新田역에서 6号线으로 갈아타세요 그리고 以태원역에서 내리세요 그리고 以태원역에서 내리세요 好 回去呢 大家呢 也是 看着这个地铁图 大家可以 自己练习一下 比如说 我现在呢 在这个 东大门 嗯 东大门 然后我说 我想去 我想去 明洞 我想去明 明洞是在4号线 看一下 哦 明洞 对吧 这是 东大门呢 也是4号线和1号线 共同可以换成的一个地方 东大门 我说 明洞에 가고 싶어요 어떻게 가야 해요 然后他就说 在東電文역에서 사오스の 타세요 그리고 明洞 有개소 0리세요 直接这样说就可以了 是吧 在这个明 这个东大门呢 东大门这站呢 既是1号线 又是4号线 所以说 从这近寝到的站内呢 要乘坐4号线 不要乘坐1号线 所以乘坐4号线呢 直接到达明洞站 从明洞站出来就可以了 嗯 这个呢 大家回去 自己多做一下练习 好 那我们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拓展学习 哦 大家一看 单词好多是吧 嗯 乘坐交通工具 还有 主要是 这里呢 主要是一些官 在首尔室内的一些地点名词 也是比较有名的 可能啊 来到韩国的人 也是经常会去到的一些地方 我们看一下 京博宫 京博宫 伊泰文 离泰院对吧 伊泰文 ソウルタワー 首尔塔又称南山塔 是吧 首尔南山塔 ソウルタワー 国立中央博物馆 国立中央博物馆 嗯 博物馆啊 博物馆 庞木屋馆 耶稣类存档 耶稣类存档 艺术的殿堂 艺术殿堂 只要进行各种演出和展 展览是吧 最终文化会馆 跟艺术殿堂一样 也是进行各种演出和展览 画展啊 名人展之类的 艺术的殿堂呢 在南 南边 然后 世中文化会馆呢 就是在 光花门这块 是一个南一个北 处理国会的参谋所 出入境管理事务所 嗯 关于出入境 大家办理一些 像 呃 在韩国 需要的外国人登陆证啊 或者是 一些签证 或者延期啊 都是要去 出入境管理事务所办理 银村空航 人川机场 银村空航 银村空航 空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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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场 公交车 是吧 机场大巴 空航 空航 机场大巴 的意思 呼 声 呼 声 就是几号线 几号线 那在前面 加个数字就可以了 说三号线 三毛 声 对吧 嗯 三毛 声 油 什么什么站的意思 我说 就是首尔市厅 市厅就是市政府的意思 市厂有 光华文有 金服工有 金服工站 收尾 首尔站 怎么怎么样 怎么有副词 怎么去呢 我说坐地铁去 习下车 타고 가요 对吧 做什么什么去 乘坐交通工具 타고 가요 타고 가다 からただ からただ是换乘的意思 换乘からただ こった こった是走不行 こりだ こりだ是花 这里是花费时间的意思 花 こりだ ねりだ ねりだ 白是下 就是下 下语也说ピガねりだ 这里是下车 我们乘坐交通工具的时候 下车 こりだ ねりだ たうめ たうめ下一个 接着 たうめ もるだ もるだ 不知道 我说知道呢 あるだ 对吧 あるだ 好 もった 是问的意思 もった さらだ さらだ 坐得好 波士 乘流 山 波士 乘流 山 是公交车站 对吧 しむしまだ しむしまだ 这个写错了 しむしまだ 是无聊 是吧 没去的意思 无去 しむしまだ 无聊 无去 あいぐ あいぐ 是一个感叹词 就是说 爱天啊 天啊 爱亚 这样的意思 きりまきだ 堵车 きりまきだ きり是 路的意思 まきだ呢 它本身就是一个 被堵住了的意思 堵塞的意思 所以说 路被堵住了 是堵车 路堵的意思 是吧 きりまきだ こ こ 一定 我说 请一定要来 一定得来 こせよ こどせよ こどせよ 好 我们再把 这个单词 给读一下 金복궁 金복궁 이태원 서울타워 국립중앙박물관 국립중앙박물관 예술의 전당 예술의 전당 세조문화회관 세조문화회관 출입국관리사무소 출입국관리사무소 인천공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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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공항버스 호선 역 서울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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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어떻게 타고 가다 타고 가다 갈아타다 갈아타다 걷다 걷다 거리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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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내리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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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음에 모르다 모르다 못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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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잘하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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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버스 정류장 버스 정류장 심심하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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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이고 아이고 길이 막히다 길이 막히다 꼭 꼭 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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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哪些常用的表达方式 好 首先我们看到 我们会从做一些交通工序是吧 我们打车日常生活中也会经常打车是吧 那打车的时候呢 韩语 用韩语应该怎么说呢 说taxi 就是说 告诉我们这是打车的一个情景了是吧 阿姿西明东有 明东有 就是说叔叔 请带我去明东 直接 阿姿西 或者说 然后说明东有 直接加个名词后面 有就可以了 就是 那个地点 一台湾牛 然后说离泰院 离泰院是吧 带我去哪里 去哪里 或者是明东有诺 明东有诺 这样子 请去哪里 土西班加级明东有开水以内容 土西班加级明东有开水以内容 那有 加热动词 后面就是 表示一个 语气很委婉的一个中节语位 表示一个疑问句 是疑问句 土西班加级 到两点半 两点半可以到达明东吗 雷 开水 雷 开水 好 第二个 银腾工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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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人川机场 那应该怎么走呢 应该我们学过的那个中节 中节语位 应该怎么说呢 银腾工汉 或者是 银腾工汉 对吧 你看 银 它的 原因部分是 银 所以应该加的是什么呢 银腾工汉 直接加 银腾工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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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水 银腾工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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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选择是吧 加在两个名词之间 名词如果它是有韵味的加 银腾工汉 如果没有韵味的时候呢 加银腾工汉 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把这两个个换一下 银腾工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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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地铁或者是 机场大巴都可以去 哎呀 银腾工汉 哎呀 现在路非常堵 银腾工汉 银腾工汉 是非常多多的 本来它是副词多多的意思是吧 这个是程度 表示非常 银腾工汉 银腾工汉 是堵车的意思 银腾工汉 银腾工汉 也许可能是 这个人是做 是在做 出租是吧 但是他要 赶时间吗 但是出租车 司机说 师傅说呢 哎呀现在路太多了 你还是坐地铁吧 因为什么 地铁快 所以你还是坐地铁吧 表示原因是吧 银腾工汉 表示原因的 连接语尾 我们学过 这几课学过的是什么呢 银腾工汉 对吧 银腾工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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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一个 空汉 银腾工汉 小水 银腾工汉 我坐这去做什么去好呢 我坐什么去好呢 我坐什么去好呢 去机场呢 地铁呢你得换乘两次 就是说地铁呢得换乘两次 你还是坐机场大巴吧 是吧这个意思 好然后就说了 如果坐机场大巴的话呢 表示假设是吧 如果你坐的是机场大巴 坐机场大巴的话呢 只花一小时二十分钟 很时间 时间 表示小时及小时的意思 本来它有个名词 它本身的名词就是时间 名词时间的意思 然后这里却表示单位 表示时间的单位是小时 用的固有词是吧 很时间 那我说两小时呢 都时间对吧 三小时 先时间这样子 一时分 很时间一时分 嗯 分呢它前面要用到汉字数词 对吧 所以说是用了一系 空航波斯的塔面 汉时间一时分这么快了 坐机场大巴的话 只花一小时二十分钟 好下面我们把这些常用的表达方式 这些句型 再从头到尾的熟悉一下 读一下 3 3 3 4 4 5 5 6 7 7 8 7 7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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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 嗯 最后呢 是关于一个韩国的一个文化尝试 其实呢 也就是一个 关 有关 韩国交通方面的一个生活尝试了 是什么呢 韩国的 無料 免费换成 就是说 在韩国做交通工具的话 我们可以免费换成 当然这个呢 也是有条件的 有什么样的条件呢 必须是在 规定的里程内 规定的里程是多少呢 十公里以内 而且换成的时间呢 不能超过三十分钟 啊 具体怎么说呢 比如说 在地铁线不同 线路之间的换成 我做一号线 然后换成了三号线 这个时候呢 当然地铁如果 啊 做一号线的时候呢 是十公里以内的话 我没有超出十公里 然后接着做三号线的话 那啊 这做三号线的时候 我都用卡的嘛 过的时候呢 它 就不用再交一次钱了 当然这个说的时候呢 呃怎么说呢 呃换成的时候呢 是有这个里程的规定 还有呢 是要使用交通卡的 还有是换成时间 呃像这样 如果超出了十公里以内的话 可能就会追加 比如说加上一百韩元 现在呢首尔地铁 以首尔地铁为主啊 为标准来看呢 现在的目前以五月为主呢 它的啊 起步价 地铁起步 起步价是 呃一千一百五十韩元 就相当于人民币六点六元 嗯六块六 然后呢一般的公交车 室内公交车的价格呢 也是一千一百五十韩元 啊一千五十韩元 但是用一次性的交通卡 或者是 呃就是买一次性的交通卡的话呢 要贵是吧 用到一千一百五十韩元 使用交通卡的时候呢 是一千零五十韩元 呃用现金买那种一次性的交通卡的话 要比用那个交通卡来啊 用的时候要贵一百韩元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在首尔 嗯做交通工具的时候呢 最好是提前呢准备一下交通卡 啊交通卡也是可以充钱的 所以这个换乘是 无留换乘嗯 免费换乘 地铁线路不同线路之间的换乘 还有呢就是做完地铁之后 我又换乘了公交车 也是嗯在十公里之内 是十公里以内 然后三十分钟之内 啊换乘呢 我上车的时候 我上公交车的时候 要刷卡刷卡的时候呢 不会再交一次钱 只是交一次就可以 我交的那个是什么呢 呃地铁做地铁的费用是吧 嗯当然如果是超过了十公里的话 比如说我坐地铁 光坐这个地铁呢已经超过了十公里了 那当然我又做呃又换乘公交车的时候呢 他也是不需要完全交一千零五十韩元 这卡上不会显示给你又扣了一千零五十韩元 而是只是追加了又扣了 比如说两百韩元吧一百韩元这样子 嗯所以说呢 呃大家如果来韩国的话呢 办一张交通卡呢还是非常方便的 嗯 这是呃一些 那一些有关啊城市交通工具 还有换乘的一些单词我们也了解一下 空调的换乘是吧 有根费用 距离 距离 存抢乘的距离呢是呃规定好的 比如说在十公里以内 十公里以内 可以换乘才是免费的是吧 才可以免费换乘 存抢乘的交通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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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卡呢是可以充钱的是吧 交通速弹是交通工具 迷离 准备的 迷离是事先提前 准备的是准备 一搭忘记 别忘了提前 准备交通卡 迷离 交通卡的准备 准备的准备 这样子吧 请给交通卡充一下钱 这样子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乘坐 地铁乘坐 公交车等这些交通工具的时候呢 是经常会遇到的一些词 嗯 所以大家呢还是 啊回去 好好地记一下了解一下 还是非常好的是吧 嗯好 这就是韩国首尔地铁 首尔公交车 一些有关的交通工具的换乘的一些 嗯小的生活常识 好 那今天呢我们就学到 这里 嗯大家可以觉得到 是不是这个内容非常多呢 是吧 嗯课堂上的内容 毕竟是有限的 还是需要大家回去呢 多抽出时间呢 自己复习一下 这么多的练习 这么多的绘画练习 还有那么多的例句 是吧 如果回去呢大家都 多多的读一下 肯定对这个学习效率的提高 会很有帮助的 好那今天的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几课再见 好 再见